大家好 非常感谢选择achaya制作的Avada主题教程 相信很多同学多少了解过wordpress 看过wordpress主题做的网站 比如Avada主题 这种方式做网站不需要编程经验 也不需要修改代码 可以做出像主题的英文演示站那种非常漂亮国际范儿的显影式网站 而且这种网站建设的效率很高成本低 以后的网站维护也很方便 wordpress是一个免费开源的系统 在国外很流行 简单的理解它就是一个空的框架 如果我们需要一个漂亮的网站 那么往这个框架上安装一个漂亮的主题就可以了 如果我们需要更多的功能 那么安装对应的插件 比如商城 微信支付 slide欢灯片 或者是给指定的邮箱发邮件 给上传的图片加水印等等 这些都是功能 都有对应的插件可以完成 这些插件很多都是免费的 漂亮的主题基本上都是收费的 一个主题的价格在60美元左右 带正版授权 虽然有的主题在国内也可以免费下载到 不过这些都是没有正版授权的 代码是否被篡改过也不清楚 建议还是购买带授权的主题和插件 插件的价格要低一些 有几美元的也有一二十美元的 wordpress在国内不像国外那么普及 目前可以用小众来形容 那么为什么这么好的东西在国内没有普及呢 我感觉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是这种主题和插件的开发者 绝大多数都是外国人 他们做的网站演示都是英文的 说明文档使用说明书也是英文的 甚至在购买之后 我们获得到的技术支持都需要英语来交流 你想一个看不懂 不会用售后沟通不通畅的产品 很难推广和使用 我想这是主要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是 这种wordpress主题的网站 使用了很多先进的技术 这些技术有一些被我们国内给屏蔽了 比如谷歌的字体 GS和谷歌地图服务 我们在国内不能访问谷歌 在国内打开这种使用谷歌服务的网站会很慢 甚至打不开 还有wordpress主题和一些插件 比如商城wecommerce插件 它对服务器或者虚拟主机的环境要求很高 PP5.4只能勉强使用 目前我们国内很多主流的主机服务商 提供的主机环境大多数是PP5.2 最高才支持到5.4和5.5 也就是说国内很多主机 目前无法良好的运行wordpress主题和插件 但我想这不是个问题 从长远来看 技术在发展 我们国内的主机迭代速度也很快 会越来越适合wordpress 回到我们这个课程的目的 是想把国外的那些好东西为我们所用 我自己也很喜欢wordpress 在使用过程中遇到过很多坑 逢商开路 遇水碟桥 在这方面积攒了一些经验 做成视频教程 分享给大家 我已经在这方面付出了很多成本 主要是时间和精力上的 不想再让其他同学再次经历这些坑 尽可能让同学们在教程的帮助下 掌握Avada在国内的使用方法 顺利建设属于自己的网站 这一章主要讲解的是Avada的基础操作 用的是Avada 5.2.1 这是2017年7月中旬发布的 在用wordpress和Avada做网站的完整版这套课程里 也有基础操作章节 那是去年也就是2016年制作的 当时用的是Avada 3 Avada 3和现在的Avada 5.2.1 在使用上有一些区别 特别是编辑器变化很大 第一次使用wordpress和Avada的同学 学起这套课程开始会感觉到怪怪的 因为教程是Avada 3 手上用的是Avada 5.2 所以我们决定重新制作Avada 5.2基础操作教程 把Avada的安装导入基本修改的操作方法 从头讲一遍 方便新老同学参考 特别是第一次接触wordpress的小白同学 这节课的课程介绍先到这儿 我们下次课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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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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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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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